Hello 親愛的朋友您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羅生海 今天我想要分享兩個小方法 能夠幫助您減少您的體重 在介紹這個方法之前 我先講一下個人的經驗 大概在去年的6月的時候 我開始使用這個方法 我當時的體重是85公斤 一直到去年的12月 2021年的12月 我的體重已經減少到73公斤 大概平均一個月減少2公斤 OK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假如說我們今天中午的午餐 菜色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便當 有肉 有飯 有菜 有一些其他的 藉在肉跟蔬菜之間不同的菜肴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改變一個吃飯的順序方式 先盡量就是先不要吃白飯 我們可以先把肉啊菜啊 以及其他的這個小菜等等的東西 先把它吃下去 當然這個吃飯的過程中也是非常保持心情愉悅 去享受這些美味的食物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先把一些菜 先吃蔬菜啊等等 好 現在剩下雞腿的部分 那雞腿的部分 這時候你就可以開始慢慢的配著白飯吃 總之這個技巧就是把白飯放到最後再吃 當您就是把這個菜啊以及肉幾乎都快吃完的時候 會開始發現說我們這個白飯的量 剩下的飯其實有點吃不下 以上這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要盡量減少我們對於飯澱粉的這個攝取 大家都知道這個澱粉的攝取 直接關係到我們這個體重的多寡 攝取越多的澱粉 就身材呢 體重就越重 身材就越胖 所以我們剛才用這個方法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些微的減少我們這個澱粉的攝取量 那使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我覺得還有一個要點就是 千萬不要影響你用餐的一個心情愉悅 加入今天我真的很想把這個飯吃完 其實也沒關係 那我們只要遵守這個順序 把這個白飯放到最後呢 就沒關係了 那即使到最後我們把飯全部吃完的話也很棒 表示您是一個均衡飲食的健康好寶寶 胃口好 心情就好 生氣就健康 OK 現在接下來分享第二個方法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我影片開始到現在 我都呈現一個在走路的狀況 沒錯 其實是我剛吃完午餐的便當 我現在進行正在緩和 非常緩慢的一個散步的運動 那麼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請記得要養成習慣 在你的午餐以及晚餐 用餐完畢 飯後盡量播出10分鐘到20分鐘 進行一個很簡單很輕鬆很緩和的運動 就是散步 那我剛才剛吃完午餐 現在的時間呢是12點20分 我打算散步到12點45分 那透過這個飯後10到20分鐘的這個散步運動 其實對於去消化這個剛才吃下去的這個餐點呢 是非常有用的 也可以降低我們這個血液中的血糖和量 非常健康的一個行為 其實從去年的6月開始一直到12月 我每天都堅持這個方式 其實整體來說我個人覺得不會太困難 我們吃飯 吃進嘴巴 食物吃進嘴巴的順序要注意 第二個就是午餐跟晚餐的飯 進行一個簡單的散步運動 那這個兩個方式就可以讓我這個體重能夠持續慢慢的減少 當然這個減少的過程中是一個非常健康緩和 不是很劇烈的一個過程 也確保你身體的是健康的 那有些人可能問我說 我中午午休睡覺的時間都不夠了 還有辦法出來散步嗎 其實不會 我們試著想想看 假如我們用半個小時趴在座上睡覺 其實真正你睡早的時間 我猜大概不會超過10分鐘 那其實假如你能應用前面的20分鐘 今天出來做一個緩和的散步 幫助你消化肚子不會那麼脹的話 那你再回去辦工作好好的睡個10分鐘 我相信這個午睡的品質 雖然只有短短的10分鐘 應該是提升不少睡覺的品質 OKOK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分享給各位 那我其實減少體重 其實還有一個第三個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我在下一部影片再分享給各位 謝謝您的收看 拜拜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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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